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 香港Presca 马来西亚盖牙卡店 以及广州玉丸堂上海超义卡牌 北京卡拉盒赞助播出 快点要玩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芒果今天来介绍 一副非常非常强大的一线赛场牌 很多人都想要组 就是我们的索罗亚克加中严狼人 看到我们的索罗亚克的特性交易 一回合一只使用 一次丢掉一张手牌 从牌组上面抽两张牌 如果你场上有三只的话 可以用三次 代表说你这回合的手牌 可以多抽六张 那攻击招式狂暴乱打 看自己场上的宝可梦数量乘以20 如果场上有六只的话 我就可以打120滴 来GX用不到就不讲了 再来这个炎狗狗 是出在狱祖的炎狗狗 特别注意一下 打人的炎狗狗 一个5就可以打10滴 一个斗一个5打20滴 那有人就会问说 芒果那你放张要干嘛 因为它可以揍人 有时候如果你伤害真的差一点点的话 也许就可以靠我们这个小狗狗 来直接做怎么样 击杀 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的 来那再来的话 就进化什么的 中炎狼人 月亮形态 夜晚形态 从手牌进化炎狗狗的时候 进化成中炎狼人的时候 可以把对手一只后牌 抓到前排来 这个特性堪称是我们 这个卡片里面非常非常强大 应该是有前5名强的特性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直接把对方一些重点 还没养出来的宝可梦 直接抓出来中 有没有发现 所以光是这个特性就非常非常的厉害 来第一招打110D GX和对方后排的宝可梦 数量乘以50 那这个GX也是 也是堪称非常非常强大的一个GX招式 那对方后排就是会顾虑到你的月亮 如果有月亮 有眼狗狗的话 对方就不敢下太多只 也可以有效的阻挡对方一直铺场这个节奏 有发现吗 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个臭泥 臭泥放一张 其实我觉得他得第一招因为不用能量 你如果真的用他开局的话 让对手3B直接中 正面的话直接中毒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再来臭臭泥才是我们重点 臭臭泥的话可以让全场注意 全场的基本宝可梦通通没有特性 那这个要防什么呢 来各位注意一下 很多人在问说 如果这部牌遇到狐八 是不是直接爆炸吗 对 就是直接爆炸 所以说放了一张臭臭泥 直接锁掉他的特性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索雅克 以及月亮来做进攻了 这样懂吗 所以这个臭臭泥 也可以帮助我们来阻挡对手的马下朵 或者是蝶蝶做进攻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那像现在遇到 如果我们遇到凤凰的话 虽然说不好打 但是我们臭臭泥 如果有做出来的话 对手的蝶蝶不能抓骨子 对手的猩猩不能抽牌 智慧猩不能抽牌 加上对手的马下朵不能干扰 我觉得是有机会赢的 所以这个臭臭泥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好 接下来这个马下朵 就是看情况做使用 好吧 从手牌下到后排 双方手牌学习重新抽4张 OK 那再来这个叠叠的话 不用讲 第一回合抓什么 抓利利艾 第二回合呢 之后的回合可能 骨子马 可能有马奥 可能有苦苦一 都是有可能的 都是有可能的 那攻击招式 看双方前排能量数乘以20 不计弱点抵抗力 那这也是 看情况来做攻击 好不好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个 吹风机放一张 那以备不时之需 有时候可能会吹一些 接力棒 场地卡 或装备卡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这个超级球放4张 翻牌组上面7张牌 那如果有宝可梦的话 直接拿到手上 剩下的6张洗回去 没有问题 那因为放这张 就是为了要铺场 来 这个能量交换的话 等一下再做解说 来 巢穴球 以及我们的高级球 就是为了铺场 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好不好 那再来单价 放一张 以备不时之需 它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 从目的减一个宝可梦 回到手上 第二个效果 减三只宝可梦 洗回去你的牌组 好 那这个switch放一张的话 芒果是觉得说 如果被对方抓罚战 不是很尴尬吗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放 例如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假装 我真的被罚战 或者是怎么样 我的索雅克 没有绿到阿赛 没办法回手的话 那我又不想 喷到能量的话 你干脆直接switch上去 好不好 switch上去我们的月狼 然后干嘛呢 来 重点来 重点来 手贴一颗豆能量 要干嘛呢 我们直接这个 来能量交换 把我们的双无 直接转到我们的月狼身上 是不是就可以做进攻 以及开GX的招式的呢 这样都会是吗 所以这是一个小combo 小combo 那这个combo 也可以发挥到奇效 让对手吓到说 哎呦 你的月狼 明明就没有那样 突然蹦出了三颗 突然蹦出了两颗 这么酷 对 非常的酷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个switch 刚刚讲过 对不对 来 这个 这个龙二场地 帮助我们的二系 以及龙系宝可梦 攻击力多十点 那之后的环境 可能会有出现了 130的血量的宝可梦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索尔雅克 120打点就非常非常尴尬 所以我们放了这个 帮助我们多十的这个打点 也可以帮助我们控伤害 好不好 看情况做实用 来 阿塞罗拉两张 这不用讲 因为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个 索尔雅克 被对方揍了一下 没有死的情况下 我们直接阿塞回来 然后下一回继续揍 继续揍 应该说回来之后 进化别支 继续打 好吧 那古兹马放三张 这个就是为了换位 以及抓对方的小支 来做击杀 那因为我们这排强大的点 就在于对手的后排不管怎么样 都会被我们抓出来揍 这样懂我一时吗 OK 那莉莉艾放四张 就是为了起手 如果能抽好抽满 当然是最好的情况下 那在不是先手或后手 不是在第一回合情况下 就只能抽满六张 特别注意一下 来马奥放一张 直接从牌组任意的拿两张牌 放到你的牌组最上方 然后直接使用我们的索尔雅克特性交易 丢掉一张手牌 抽两张牌 那刚好那两张牌 就是你所需要的牌 这样懂了吗 马奥非常的好用 来库库一的话 帮助我们这个索尔雅克攻击 可以达到180滴 那可以打谁呢 来打我们的老翁龙 以及打我们的这个 呃 某某某某某都可以的 都可以 好 那因为你看 我们的这个120滴最高伤害 加个头金150 加个场地160 加个库库一180 所以180是可以直接解决掉 对手的某某 所以说要特别小心一点 特别小心使用 好不好 那再来 来雅琳 雅琳不用讲 因为现在 索尔雅克天敌什么 天敌就是 呃凤凰 加头金 或者是某某 加头金 这种都可以直接秒杀我们 那真的太亏了 要换就换不已 因为我们没办法 一拳就直接击杀掉某某 这个几率太低了 所以我们放了雅琳两张 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月狼 以及我们的这个索尔雅克 都可以来做怎么样 呃 来做这个 增加血量这个动作 好 那头金两张的话 就没有问题 双无四张 斗能量四张 好 那这个非常强大的一线赛场牌 马上有人在敲完 怎么都不找叶毒打 我现在就找他打 可以吗 我现在就找他打 好不好 来吧 我他常常看不到 加加加加 炒恶电操 这 这 这巨甲索罗吧 哎 这巨甲索罗好像 磕到我了 哎呦 我的妈妈咪啊 好 巨甲索罗要打 也不是不能打 也要有技巧的打 可是我觉得 好像点麻烦 我这狗狗应该会死吧 我觉得 应该等下就爆了吧 10滴油 我想一下 10滴油 想揍他吗 要揍他吗 滴滴爱 直接拿滴滴爱 然后呢 哦 好 索罗莉亚 OK 抽三张没用啦 看起来他没有铺场成功哦 那没有铺场成功的话 问我们铺场一下吧 我刷这张switch 我觉得非常的好 这张switch非常的好 我觉得我可以派这次 上去送他 我觉得 算了 先这样子吧 好 抽满八张 嗯 这手牌nice哦 还行啦 还行啦 我的狗狗是不是应该 应该再多叫一只啊 好 先这样子吧 那他应该可以进化开始绿 OK 没问题 那这只就送他吧 没办法了 哇 好 对不起 他没有卡 他只是运气太好了 诶 拿马奥 应该会拿马奥 诶 他的巨甲有没有放马奥 我不确定 果然 有马奥 好 马奥是OK的 在索罗亚克牌放马奥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 随便拿两张卡 放到牌组的最上方 直接使用索罗亚克的特性 丢掉一张手牌 抽两张牌 那他有一张牌 百分之九十九 应该是双无啦 好不好 是双无 或者是 那另外一张可能是 可能是胆小虫吧 我在猜 胆小虫 跟双无 应该是双无啦 还没贴而已 各位要知道说 要知道说 对方到底是会用什么方法来进攻 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现在麻烦点 麻烦点是 我是不是上错枝啦 我觉得要上错枝了 好 想一下哦 龙二场可以下 可是我觉得龙二场他会帮我下 那我的单架要单什么 单叠叠 可以 其实我觉得我刚刚应该上月狼的 有点小错 不过没关系 我觉得我补的回来 补救的回来 所以应该还好 因为我高级球还在 各位知道为什么要上月狼吗 因为我想要直接揍他 有月狼是不是 我想一下哦 来 在索罗好可以 这样的话应该是OK的 好 这个情况来各位 我们做一个这一手 其实应该还不错的一手 来 哇 月狼只有一张哦 要小心哦 月狼只有一张哦 好 我们先进化 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胆小虫 因为我们全场最怕就胆小虫而已 我们最怕就胆小虫而已 那对方手牌太多了 干扰一下 好 可以 那就先这样子 先这样子 要先抓吗 应该不用 我觉得应该不用先抓 好 再当月狼可以 那月狼等一下可以把他胆小虫抓出来继续揍 继续揍 对不要怀疑就是继续揍 把他胆小虫全部揍掉 因为我们月狼 索罗月狼就只怕 就只会怕这个胆小虫而已 巨甲舞者 所以我觉得打 打巨甲舞者有好又出来了 等一下就把他抓出来继续揍 不要怀疑继续打 你不会又当回来吧 哇 这手就厉害 这手就很机歪了 这手就麻烦了 我想一下 这手就有点麻烦 好没关系 如果我们月狼有两只的话 基本上不怕 不怕 头巾还有一张 对不对 好 嗯 他下回可能会直接进化 然后 古兹马杀我这只 所以优先击杀掉那只 优先击杀掉这只胆小虫 优先击杀 优先击杀 我想一下哦 我们现在拼跟阿塞罗拉好不好 可能需要拼阿塞罗拉我在猜的 应该要 球 我想一下 我应该先开球的 我应该先开球的 没有阿塞是不是 好没有阿塞 那就直接直接抓了哦 好不好 直接抓了没办法了 yes 抓 好 揍吧 先拿好了 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 好 这是没用 丢丢丢丢 等一下丢掉 蝶蝶 还有一张 好 蝶蝶还有一张 应该OK 那就先这样子吧 好 我们养月狼两只 基本上他杀我一只 来注意他现在最尴尬的点 就是说 他如果杀掉我一只月狼 我另外一只就可以杀他了 这样懂意思吗 我另外一只就可以杀他 那现在他最厉害的 就直接 就是直接把他进化 然后把我干掉 来吧 看他怎么做 最好情况就直接杀掉月狼吧 然后后排不要再下宝可梦了 不要再下了 他现在打 因为我这样最高最高 GX只能打200D 对只能打200D 他现在想怎么打 可能手牌 我不知道手牌什么东西 这场刺激哦 因为他 因为我告诉你 索罗月狼 就是针对胆小虫去打 那这送他无所谓 这送他无所谓 我们的重点还是巨甲 巨甲一定要打掉 好优下 你到底有几只胆小虫啊 太夸张了吧 所以你这回合是没有办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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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杀我的 咯 嗯 好 那我觉得我就直接直接打掉你 先打掉你再说吧 好不好 啊 曹雪要先开的 抱歉 蛮滚了 你们要做一些傻 做一些蠢事 sorry 好吧 先这样子吧 没事做啦 等一下就赢了啦 对不对 直接开GX就好了 所以你现在 我养两只月狼是对的 是不是 好 用叠叠打 合理 还是直接用GX 诶不可能啊 哦 因为他没办法撤退啦 他刚刚 因为他必须要撤退 才有办法用 胆小虫来做进攻 是不是 好啦 应该赢了吧 因为我有能量 不要被他干扰手牌 我应该会赢吧 哦 小米鸣 哎哟 拉蒂欧斯 有想法耶 前30后30 你没有巨甲吗 你巨甲呢 有巨甲 拿古兹马 杀兹兹吗 还是Switch 没有能量 可能没有拼到能量 因为巨甲的能量 可能只有放2到3张啦 古兹马怎么 哎哎哎 抓罚战是不是 哦 那还好我有古兹马不是吗 好 嘿嘿嘿 哎 哦 好 我跟你讲 我们玩一下 玩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胜券在握了啦 我们玩一下好了要不要 玩一下 要吗 我觉得我胜券在握啊 让他玩一下好了 来进化 然后怎么样 我现在打不掉他 我其实想秒蝶蝶给你们看说 好啦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差了 赢定啦 应该是 好我们先绿掉牌 我教你们他 假装刚刚他真的把我干掉了 好了 好不好 好像假装不了 就真的没干掉啊 好啦先揍吧 好不好 我不知道干嘛 是不是 先揍你吧 130 加场地哦 后排不应该下的 要马是不是 要马 对 要马 哎哎哎哎哎 要马 要马 应该要马 应该要马下躲最好啦 应该要马下躲 不过他下两只巨甲 确实对我们是很大的威胁 确实 那他现在就直接骨枝马 直接去直接干掉我月狼吧 阿赛罗 啊骨枝马对 这只对啊 好那 好 因为double 240 所以你看就算我贴亚铃给我们月狼 一样会死 一样会死 所以就无所谓啦 我觉得没什么差别 好 剩一张 我玩够了 就来杀吧 多手 多一手 好 GX 280 300滴 因为我家哭哭也有300滴 哇 好痛的月狼啊 所以各位 有有看得懂我在玩什么吗 你们有看得懂在玩什么吗 我们月狼最强的招式就是怎么样 直接把对方的 那个 在 就是我们 我们怕的东西 我们怕的大魔王 直接把他全部给他抓出来 咒掉 懂吗 那所以 古枝马跟这个 月狼的特性就要使用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这回来为什么是一线牌 就是说因为很难处理掉我们这个 索的月狼去抓人 以及 还有我们的GX 也是非常非常强大 所以要特别特别注意下 那刚刚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表现 表演到这个能量传送 能量传送 我刚刚如果 我应该先绿一下 就是表演给你们看 就是说 我能量传送就是可以把 怎样 后排的一些能量把他传上来 我们就可以做进攻了 这样懂意思吗 好 那把那个 刚刚索雅克 我被他换到后排的索雅克把能量 专武能量传上来 传给我们的月狼 直接开GX 这样懂意思吗 好 所以说就大概这样子吧 好不好 这个芒果煮的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 已经非常的顺了啦 我觉得应该已经OK的啦 那想怎么调整你们自己调整好不好 好啦 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 想知道更多PPCG 欢迎订阅频道 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 芒果最新动态 都在我的粉丝业及IG 我们下次见